我認為香港人可以放心 應該放心 全國人大在審議草案中已經清晰地指出 為香港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針對的只是 稀少一批人 犯上了嚴重罪行的人 如果你們沒有任何計劃行動 分裂國家顛覆國家的政權組織 實施恐怖活動 串連外國或境外的勢力 干預香港的事務 你們實在沒有理由 任何理由感到害怕或憂慮 我希望大家明白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是為了充分保護國家 保護香港 從老百姓的角度 就是保護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人